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可以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基础 此次延长留学生的校外工作时长 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每周增加4小时的时长 可以让同学们在保持学习质量的同时 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实现学习与工作的双赢 ARK承诺将持续努力 确保新规在2024年秋季顺利落地 为国际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 随着这一新规的实施 加拿大无疑将吸引更多怀揣梦想的国际学子 不仅能接受世界一流的教育 还能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锻炼自己 赚取留学费用实现更高的性价比 加拿大本身有很多不错的大学 比如多伦多大学 迈吉尔大学 华铁卢大学等等 基本的申请要求如下 一般申请条件 本科 学术要求 高中毕业或完成一年本科学习 成绩要求 高中平均分通常要求不低于80% 语言成绩 托福不低于90分 雅思总分不低于6.0 具体分数根据学校和专业有所不同 研究生申请条件 学历要求 持有四年至本科学师学位 成绩要求 GPA通常要求3.0或75%以上 语言成绩 托福不低于83分 雅思总分不低于6.5 单项不低于6.0 以上就是本次更新内容 最后 没有最好的留学项目 只有最适合的留学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和项目 限于审查 字数及时间限制 无法在这里一一赘述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联系我取得 另外 我的号里还有几百步 以移民和留学为主题的视频 如果您对此感兴趣 欢迎观看参考 谢谢大家观看本次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